非常荣幸有一个机会 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么刚才呢 我们的这个部长也介绍了 我是从事犯罪心理研究的 那么这个领域的研究呢 很多人会纳闷说 为什么会涉及到家庭教育 因为我在研究人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呢 会跟很多的犯罪人去 去面对面的交谈 那么我最重要的是要了解 他们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犯罪 那么最后发现呢 这个很多问题都原人的早年 所以而且我的工作 不光是在我的领域当中 我经常还有一些朋友或者同事 因为毕竟我是从事心理学工作的 他们会给我提出很多很多的实际问题 比如有的家长问我说 我这孩子最近怎么跟我说话 为什么 有的说孩子吧 最近在拿我的钱 这个事儿是我记得是妈妈是银行工作的 她的儿子在初二 家里头发现那个 尤其妈妈的书包或者这个皮夹里头有钱 她会抽两三张 妈妈发现以后也跟她谈过 也说过的 可是一直支持不了她 所以来找我 有的家长问我说 我孩子初中就开始谈恋爱 我拿她没有办法 有的说我这孩子上网成瘾 一宿一宿不睡觉 不肯去上学 还有的家长说 我这孩子早上起来不起来 就赖着不去学校 有的说我这孩子离家出走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在工作当中 有时候经常遇到的 身边的一些真实的问题 我想说呢 我们绝大多数的家庭 都是健全温馨的 绝大多数的父母呢 也是爱孩子 教孩子的 绝大多数的孩子 都是懂事可爱的 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 但是呢 事实上我知道 还是有一些悲剧的 那么在这儿 我们看到两个案件 一个呢 是发生在我们北京的 2009年11月下旬 一家六口 被杀害在家中 那么警方赶到现场 看到这家 唯一一个鼎视的 32岁的男子不在家 刚开始他们认为 可能是这个人 被人杀死了万年 结果后来一追查 发现 他正在南方的一个城市 那么警方一直在三亚 将他抓获 这个家庭拥有家财 400多万 住房有四套 这个作案的人 他本人开了一个饭店 他的妻子开了一个美能店 他上有爸爸妈妈 身边有一个妹妹 然后自己有家 妻子两个儿子 这么一个完美的家庭 人们看不出来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举动 所以当警方抓获他以后 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做 他只冷冷地说了两句 因为父母对我管教太严 妻子争强好胜 那么在那段时间 我接到无数媒体的电话 人们问就两个问题 第一 这个人正常吗 第二 他为什么这样做 我告诉他们很正常 因为他离开现场 从小夕的录像 我们能看出他是很正常地离开的 那么第二 为什么 我说他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 他那一句话就让我听出为什么 因为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父母对我管教太严 妻子争强好胜 首先我们看到 他把父母的妻子放在一条线上 我们想想生活当中 有哪个母亲会跟媳妇联合起来 对付自己的儿子 有哪个媳妇会跟婆婆联合起来 对付自己的丈夫 所以当他把媳妇和母亲都放在对立面上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人一定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那么到底什么心理问题呢 在我这个做专业的来看 他的一句话我已经看出问题 他说父母管教太严 这里有了太子 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种程度 那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这个人 他在父母生下来之后 一定不是父母自己带大 父母管他之前一定已经有人管 因为那个人管他不严 所以父母管起来他觉得太严 那么根据经验来看 谁管的呢 我认为这一定是奶奶管 那么也就是说 他出生之后奶奶带过他 我们知道他是长子长孙 那么在家中奶奶一定是非常宠爱的 农村的妇女本身 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理性的东西 所以可能她对孩子很娇宠 我们知道娇宠养的孩子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吃不了苦 第二说不得 这两个往往都跟娇宠有关 那么有些孩子因为吃不了苦 他到初中问题就开始显现 十岁之前人很简单 但十岁之后我们知道 学习压力增大 尤其初中的学习 那么这时候呢 他会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孩子都有这样的特点 他能学不学 出现逃学 一旦逃学 他脱离学校就一定会生事 因为他游荡在社会当中 这一游手好闲 就会惹是生非 所以这个时候奶奶发现自己管不了 谁管呢 于是告诉父母 你们要管 那么父母前面自己没带 大家都知道 孩子是越带越亲 你不带上手管的话 一定是打得很重 所以这个案件让我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他让我看到依恋情感不连贯的问题 这个依恋问题呢 我后面讲心里就会讲到这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案件 也是家庭齐全 去年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曾经在社会掀起 轩然大波的药家新的案件 那么这个案件也代表了 我们千千万万的家庭 他的父母是爱孩子 教孩子 妈妈非常慈爱 爸爸非常严格 而且他们希望孩子成才 不仅仅是智力成才 还希望他有一技之长 所以这个孩子从小被安排了学钢琴 我们知道他妈妈也讲过 一个月挣50块钱 会拿出30块钱给孩子交学费 那么这个学费交了 如果不好好学 那怎么可能呢 于是父亲拿出管部队战士这样的方法 严格管教自己的儿子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 凡是被依迫学琴的孩子 他都会有过反抗 有会增长 但是他看不过父母 所以药家新在这样的辈子上 长大了 他的钢琴考过了十级 而且也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但我们知道 他缺了什么 他缺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情感 他没有机会和同伴去玩耍 没有机会去和人交流 他没有机会去了解这个社会 也不懂得什么叫个人的观念和责任 生活中的底线 这一系列他都没有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傻到什么程度 被抓捕之后 在监狱里接受采访 居然对着镜头说 农村人难缠 你想他这句话得罪了多少人 那么这么一个人 也让我们看到家庭教育中的缺陷 其实他的成功恰恰就是他的缺陷 所以我当时在点评这个案件的时候 讲过 他在现场杀这个人 这个人其实没有招惹他 这是被动撞伤 而且人家没有骂他一句话 所以没有任何外来刺激 他为什么毫不留情地给人家巴刀 他在这个动作当中 带有的情绪来自于哪儿 绝对不是现场 也绝对不是恐惧 而是他以往在恋情中 积累的不良情绪和愤怒情绪 在这个动作下的爆发 当然我这个话很多人当时很难理解 因为他不了解心理学研究是 我在谈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更多的是了解他的心理问题 我并没有说他怎么样去审判 所以这个案件让我们也看到了 家庭健全不等于健全的家庭教育 那么我从我的研究当中 刚才我讲了 大量的犯罪案件 大量的人的问题 心理问题 包括10年 我们发生了一系列的校园惨案 大家都知道 从福建到广东到广西 然后江苏太兴到我山东为方 最后在陕西 那么六起案件发生之后 很多人惊呼 说现在社会问题太严重了 但是我当时采集了不同看法 有些人说社会矛盾 我不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矛盾 我不否认我们有社会冲突 但是社会的矛盾冲突 可以体现在拆迁中 移民中 或者上访中 群体事件中 但是所有这些杀孩子的案件 跟社会冲突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是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什么问题呢 是人的家庭的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呢 我觉得可能也跟我们的这个社会背景有关 我们这个整个的背景呢 大家可能更多的认为 世界最重要 国家最重要 大家的事情最重要 自己的事不重要 家庭的事不重要 其实我认为这是我们一个全社会的一个误区 我想说几句话 所有的社会问题 其实都是人的问题 今天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 我可以给大家掰开了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无论我们政治问题 还是经济问题 无论是我们的群体世界 还是上访问题 还有包括我们的教育问题 你看看 包括我们官员腐败问题 都可以是人的问题 也就是说人的问题解决 这些问题才能够解决 那么所有人的问题在哪 这个是心理学的回答 心理学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说 所有的人的问题都归结于早年 第三句话就 早年的问题只有两个 一个是家庭 一个是教育 我个人认为家庭第一 教育第二 我在很多地方讲心理学 有这么一个比喻 我们买了电脑 是要装软件才能工作的 两个软件是必须装的 一个叫系统软件 一个是应用软件 我们现在装的最多的是Windows 作为系统软件 Office呢 作为应用软件 我们知道电脑使用过程当中 硬件也有出问题的 但几率极低 出问题最多的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是系统 系统的漏洞 系统的木马 黑客攻击 全是系统 那这个比喻 我可以用于说明人 人的制造过程当中 他除了硬件 我们怀胎十个月 硬件造出来之后 紧跟着就是两个系统软件 第一个 制造系统的就是家庭 制造应用的是教育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人如果出问题 一定是家庭出了问题 一定是系统制造当中 出了问题 所以这才是我讲三句话 叫社会问题 可规矩于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都可以 规矩于早年 早年的问题 可以规矩于家庭和教育 因此我们有一句话 叫家和万事兴 那么我想我们在讲 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 其实我们中央 这么多年 一直在提一个口号 但是我认为 我们在一个问题上 做的事情太少 就是全社会如何去 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 当然我想这个工作 真的不是一方能做的 但是我特别高兴地 看到我们全国复联 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我虽然是在公安系统 我研究犯罪心理 我犯罪心理研究有两个 应用的领域 一个是预防 一个是侦查 侦查我在做 但是预防绝对不是公安一家 所以我自觉自愿地 参与全国复联的活动 实际上就是把我预防犯罪的 这部分应用的东西 拿给社会 那么我从我这里讲的 很多大家都可以看到 全是通过案件的角度 来看出人的问题的由来 大家不要觉得 说我们不想让孩子犯罪 我们离犯罪很远 是 这个犯罪不要觉得它是很可怕 其实它是人的一种心理疾病 谁都不愿意沾染这样的疾病 只不过我们很多病 多数是只害自己 不害别人 但是心理疾病常常会害别人 一方面是自杀 这倒还是不害别人 另外一方面就是疯狂 它一旦疯狂的话 能危害的就是社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家庭造人 人的基本知识和理念 包括我现在提出一些 我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女性要给她们 陪伴孩子在家三年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人的早年非常重要 以其我们花钱组建幼儿园 不如让母亲自己带孩子 还有像现在我们的社会活动 经常占休息的时间 我的观点是 周六周日要尽量的维护家庭的完整 像我去年去瑞典 我感受特别深 这个欧洲的国家 北欧的国家 它周六周日连商店都不开门 商店不开门 饭店也不开 人们都干嘛 没病去 只能回家 回家之后干嘛 全家人一块出游 在外面自己做饭 它给人们创造了 大量的家人相聚的机会 所以你会发现 凡是家庭观念重的地方 这个社会都特别稳定和谐 而我们呢 我刚才说到六起杀孩子的案件 我为什么不说它是社会问题 包括去年 挪威杀手的案件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大家也很震惊 不光是我们 全世界都震惊 因为挪威是北欧国家 它的社会福利非常好 人们的生活很富足 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一个精神上的疯子 他的问题我只好说 他所有的犯罪显现的是 他人性已经出现严重的缺陷 人性是什么 这个问题看似一个哲学问题 从心理学角度给大家回答 很简单 我后边讲心理学知识 大家就知道 人性就是人的情感 人要如果没有情感 就没有人性 人要如果尚存情感 他就尚有人性 就是白宝山持枪抢劫案件 这个人当时在河北 北京 新疆乌鲁木齐 大开杀戒 杀了十多个人 最后我们北京警方 接到新疆传来的消息 知道这个人住在石井山 我们去了四个警察去抓他 他其实也很清楚 他做完那么大的案子 肯定会被警方早晚找到 他把这个枪就放在家里的抽屉的口头 当四个警察来到他家的时候 他马上就发现 因为警察说 给你安排户口问题 你跟我去趟派人所 他心想 他心想 户口哪儿晚上来安排 再有一个 户口需要四个警察吗 于是他就手伸向了抽屉 正在这时 他妈妈从来里进来 他妈妈说 儿啊 什么事情啊 警察来找你 他当时一眼看到他妈妈 手平下来 用他自己的话讲 我不想当着母亲的面杀人 这四个警察是因为他的母亲 才侥幸没有受害 所以我讲什么叫情感 那么挪威的杀手 我最开始说 这个案件没有情的 那么包括六起案件当中 只有山东围方 这起有冲突 剩下五起 三起和生理有关 两起都和情感有关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 严重危害社会的案件 很多人都在情感上有问题 只要是这个问题 就一定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那么我在这里讲 家庭造成了解家的知识 我想在这讲七个观念 这七个观念 也叫理念 有很多是在我们现在社会 我认为有些理念是混乱 所以我宣传这些理念 实际上是要纠正一些理念 第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倒不需要纠正 但这个理念是要普及 所有孩子的问题 所有人的心理问题 都滞后表现 什么叫滞后呢 他表现问题是在 十五六岁七发 就十七岁上 比如我们去年在山东 跟少年法庭合作 专门调查的这个 北法少年 把所有山东的 法庭审理的 判子的 在少年管教和监狱的 全部做了登记 他的犯罪年龄是 十二点六到十六点二 也就是说十二岁到十六岁 是犯罪 违反犯罪 高发明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的心理问题 绝对不是十二岁之后 那么 心理问题之后反应 他表现在哪呢 有些家长 十六岁的孩子 领来见 我经常会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这孩子 十岁之前 是不是特别可爱 那个时候又活泼 又可爱 又乖 很多家长都点口称是 有一家长告诉我说 哎呦 我女儿小的时候 想她爸爸也不说 看着窗外 等我叫她名字的时候 回了眼泪 挂了眼泪 马上擦掉 然后一副笑脸 妈妈我没事 特别懂事 男孩的妈妈也告诉我说 哎呦 我这儿子小的时候 见谁都讲 叔叔阿姨 谁见谁喜欢 特别可爱 然后我问他 现在十六岁了 一下变得不是东西了 对吧 家长说是 真的 现在能把你气死 你什么办法都没用 你用尽软 就是软硬兼尸了 你都没有办法 我跟家长讲 你知道你为什么 没有办法 因为你错过了 教育的关键期 心理问题 它是滞后反应的 比如我在这里 讲一个案例 这是我们要讲的 外国的一个案件 07年曾经在美国 发生过一起枪击案 这个人在大学校园里 大开杀戒 开枪打死了32个人 然后他在现场自杀 美国又在大学 那人们非常的善良 宽容 平和理性 为什么 他杀了32个人 他自杀了33个人 当天晚上校园里 点个蜡烛 就是33个 后来在追导会上 他们的墓碑 献的花束 仍然是33个 你看这个几栋 和去年我们审判 要加薪案件的时候 的社会表现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这个大学 他们在这个墓碑上 给他写了几行字 这个犯罪人 写了什么呢 你一定有过痛苦 孤独 和绝望 只是我们那个时候 不知道 我们没有能够 帮助你 那么可以说 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去欺负 他们知道 他死后都这么 善良对待 他为什么会杀 这些无辜的 善良的人 我们找不到理由 美国这边好 他们专门成立 一个调查委员会 来调查这个案件 在调查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 他案发之前 主要生活场所是大学 所以第一个调查对象 就是他的大学同学 那么跟他住 同一宿舍的同学 怎么看待他呢 同学说 这个人跟我在一起 从来不跟我说话 很孤独 很内向 谁都不理 进进出出 永远是一个人 我们有的同学 很想跟他交朋友 但是没有成功 他根本不理睬 还有的同学说 我跟他住了三年 到目前为止 我没见他笑过 这是同学的 对他的评价 紧跟着走访老师 很多老师教过这个班 但是老师说 没什么印象 因为教课 很多学生都坐在下面 他平时也很安静 不引人注目 只有一个老师 对他印象很深 那就是他的英语老师 这个老师要求孩子 用英文写作文 却发现他写的 篇篇作文都是暴力 有一篇作文 老师教给了校方的心理学史 希望引起重视 结果呢 这个心理学史看完说 这是一个作文嘛 杜撰了 应该允许 忽略了他的问题 现在找回这篇作文 他们看到 这写的是一个小男孩 他的亲生父亲被人谋杀 杀父亲的人 又变成了他的继父 现在这个继父进了他的家 当着他母亲的面 继父对他特友好 但当母亲不在的时候 这个继父居然要强奸这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后来发现 他是杀父仇人 最后设计 把他杀死 那么这篇作文呢 他们看完还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文 紧跟着就调查他的家庭 结果发现 他的家庭父母齐全 他没有继父 他亲生父亲没死 人们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要这么去想象一篇作文 看到他的家庭是什么 父母非常老实 朴实 善良 勤劳 他们全家是从韩国移民过来 在八岁 在他八岁年 上面还有个姐姐比他大两岁 现在大学已经毕业 在离合国工作 他爸爸妈妈 开了一家洗衣店 买了一套连体别墅 有汽车 这个家现在生活算中产阶级了 人们找不到理由 人们还是接着调查 第三个 第四个呢 就调查他两次枪击之间 给警方寄过的一盘录像带 这盘录像带是在 突然 就是案发之后 我们才接到的 我们看到刚才的照片 都是录像带截取下来 有穿马甲 有不穿马甲 说明他不是一次录完的 但不管穿也不穿 他都有一个动作 那就是拿着枪 对着镜头 说了一些话 什么呢 你们有房子 汽车 你们要什么都有了 你们为什么 然后你们有无数次机会方式 避免今天 但是你们决定让我流血 你们把我逼到脚路 让我只有这个选择 你们做出的这个决定 现在你们手上沾染了血液 永远无法洗干净 后边还说了很多 这个案件 我之所以举这个案件 它绝对不是孤立的一起案件 我们校园的门口惨案 挪威杀手的案件 日本在这个京东电器街上 有一个叫加通制大 开车撞人砍人的案件 都跟这是一类的案件 这种案件出来以后 我们有些人会说 这就是精神病人 我说如果你们简单的 把它视为精神病人 你们就不会知道 它的心理问题的由来 因此就很难找到预防的对策 我告诉大家 它是心理上有严重的问题 问题在哪呢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刚才这四个方面 我都已经展现完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 它从不与人交流 从无效用 是什么心理问题 我曾经用这个问题 问过很多专业的学生 尤其是心理专业的 包括我的研究生 他们有的告诉我 可能是自闭 可能是孤独 可能性格上有缺陷 内向 这种不善与人交流 人际关系紧张 敌视 或者从人遭人欺负 我告诉大家 他的心理问题是恐惧 什么是恐惧呢 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 我想做个比喻 我把人的眼睛和嘴 比喻为我们住在一个房屋内的窗户和门 窗户就是我的眼睛 往外看 门是进出 是说出我心里话 和让人家了解我心理的 如果我永远把门窗插延 如果我住在这个家中 我把门窗插延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住房周边 治安很多 坏人很多 这个地方很不安全 那么同样 当我们心里有恐惧的时候 我们对周围的人感觉到很恐惧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远离这些人 我们会不会近而远之 跟他们少当事 所以 他的表现实则是一种恐惧的心理 当然这种分析 是我们很专业的分析 大家可能会问 他为什么恐惧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个恐惧呢 往往是表现为暴力 越是暴力的人 他越容易恐惧 我可以给大家讲到一个很有趣的 北京的一个 我咨询的例子 这个案例也挺逗 北京的一个孩子 初二 初三了 写了一篇作文 标题 杀手也是一种享受 写完了以后 他的爸爸妈妈就被学老师挨个儿找 他的爸爸妈妈 全是我们国务院部委的干部 写了什么呢 他妈妈也很纳闷 班主任找 教导主任 德语主任 校长 教授 找完了以后说 你这孩子要当心啊 这写这样的作文 有暴力倾向 他妈妈不能理解 跟我说 我都想把他脑子掰开看 他怎么写的这么偏做 然后从邮件给我发过 我看了我也乐 我给大家念一下 世界上的人 这其不有 他们想的手段各不像 而在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这样一种人 他们最大恶敌 以杀人为乐 那就是世界最冷和无情的人 杀手 或许杀手们 陶醉的杀人后的满足感 一个的令自己 这么讨厌的人 最后四十七国 倒在自己脚下 祈求被宽恕 而他们则用各种武器 结束对方的生命 把那个曾经过 自己的人杀死 大家注意 我念的时候 一个字不差 非常流畅 可以想象 那是多么的爽快 看着他人在声音惨叫 又是多么的陶醉 更有甚者 还不怕对他人尸体进行灭盖 希望他人死后不得安逆 曾经的厌恶一抹而去 取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欢笑和满足 这或许是一种享受 还有一些我删掉了 最后一段也是作文原文 他写了一段背读 最后一段 本文仅从侧面 描手杀死的部分感受 作者本身未曾有过 也不希望有 本人觉悟暴力倾向 另外 以上事情请大家不要模仿 最重要的是 不要杀我 这作文看我的路 我说这文笔太流畅了 然后呢 因为北京很大 他妈妈说 这个明文能帮我分下心理吗 说需要把孩子带过来 我说不需要 我只要跟你了解情况就够了 我们俩在电话里谈了一个小时 我问了他几个问题 第一个 孩子小时是你自己带的吗 妈妈说是 第二个 孩子小时受过惊吓 妈妈说印象当中没有 第三个 孩子爱说吗 好动吗 爱说 好动 平等 第四个 孩子学习顺利 学习不错 现在是重点中学 成绩在年级可以在前十年 作文你看写得多好 一看就是学习不错的一孩子 第五点 喜欢上网打游戏呢 说上网玩游戏 但是不迟迷 他说那游戏不过如此 小儿科 玩玩就知道了 六个问题都问完了 我跟他妈说 你这孩子没有太大的危险性 他妈说那是因为什么问题 我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这孩子长得是不是很瘦小 妈妈说是 他到现在好像都没青春期 长得跟猴似的 你不多吃 又没个儿 还特别瘦 我说你明白问题在哪儿吗 他妈说不知道 我说告诉你吧 你这孩子太聪明 这个描述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一个小金豆 聪明的孩子 眼尖嘴快 他在初中 初中没有分流 好坏学生都有 所以脑子快嘴快的人 嘴上占便宜 不等于其他占便宜 有些人嘴上说不过你 他其他方面怎么办呢 那就是揍你 他争论你个儿的打架 他不是个儿的 所以他已经被人制服过 因此憋了一肚子气 只能口喧气 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智慧 所以他就写着这篇作文 我这么一说他妈妈明白了 说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 他确实是在这作文之前 曾经有一天晚上下学很晚 被同学揍了 那么我想说什么呢 越是在崇善暴力的人 包括在网上 你看那个出口恶语相向的人 往往都是内心没有力量的人 没有思想 没有脑子 没有深度的人 他脑子有深度 他绝对不会说清楚的话 凡是嘴上带暴力性的人 都是肚中空空的人 我们知道 这个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实力 比如一条小狗 一条大狗 奶的狗叫的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那小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句话叫虚章生事 那么同样 我们江湖上也是这样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出门拿刀带剑的 绝对不是真有武功的人 真人有武功 什么凶器都不在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凡是在外表上 非常暴力的人 往往都内心去 那么这篇作文 再次证明这一点 他的主人公 当然是个小男孩 小的人 而父亲是家中的力量象征 父亲一旦没有了 那母子就容易受人欺负 而母亲又被人欺骗了 那孩子就是很危险 所以 这篇作文写得很暴力 但你仍然能看出他恐惧的背景 所以我想两个问题 我都分析说恐惧 那么现在 大家会问 他为什么要恐惧 我们看 他作案23岁 他现场死亡 显然他的心理问题 是在23岁以前 而且他的问题不在大学 那么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 23岁之前的人 在哪个年龄段 会出现 胆小和害怕的心理问题 我们都知道 12岁以下 因为12岁以上人 就到青春期了 他的身高 迅速达到成人的高度 但是12岁以下人的身高 都没有达到成人的高度 所以年龄越小的孩子 越容易害怕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他的经历 8岁以年 大家明白了吗 我讲到这儿 我就知道了问题的点 8岁 对一个生活过8年 已经熟悉了环境 熟悉了街坊 有熟悉的伙伴 熟悉的老师 和学校的孩子 突然被父母 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周围都是一些 不认识的 白皮肤的 抠着眼睛的 或者满脸乌黑 两大眼 一张嘴 一口白牙的人 说的听不懂的话 一个孩子 他被接过来的时候 父母又双双回到韩国 办手续 他经历了什么 我们就可想而知 我认为他恰恰那时候 经历的是不愉快 尤其是恐惧 看到这些人那么可怕 听他们说话 又听不懂 这个鬼地方 有什么好待的 他的同伴没有了 同学没有了 老师没有了 叔叔阿姨没有了 我干嘛要在这儿待 所以他非常的抗拒 抗拒怎么办呢 他会跟父母提出要求 我想回韩国 我不想在这儿待 可是父母跟他讲 我们好不容易移民过来的 我们全家过来的 你怎么能回去呢 我们回不去了 于是他会很愤怒地说 我们干嘛非要在这儿生活 我分析到这儿 我们再来看这段录像 我想大家都能理解 这段话就是 他父母给他的答案 也正是他最恨的原因 他爸妈一定说 这个地方好啊 这个地方很富有 这个地方有房子 这个地方有车 我们到这儿来好好干 我们就会有房子有车的 所以赵承熙从八岁开始就恨 你们有房子汽车 你们要什么都有了 你们为什么 你们有无数次机会的方式 避免今天 但是你们决定让我留学 你们把我逼到的角落 让我只有这个选择 对吧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很多让人看着 精神病患界的人 我可以很清楚地看清 他的心理的脉络 那么这个案例 让我们知道两点 第一 父母为了改变命运 我们父母最在乎的是 如何由贫困变得富有 但是对孩子来讲 他宁可要贫困 但他要安全 为什么 我前面讲的六起 杀孩子的案件 还有三十多起 杀亲的案件 大家都知道 要说穷 我们现在绝对没有穷过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要说乱了 我们现在绝对没有乱过文革 可是在六十年代 自然灾害时期 在文革期间 没有那么多的杀孩子 杀亲案件 为什么现在会冒出 这么多的案件 09年到10年 我们的杀亲案件 居然到了三十多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 我们看到环境的被污染 我们看到环境被破坏 但大家没有看到 其实人的心理环境 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那个时候 再穷再乱 一张粮票 把全家人束缚在了一起 对于孩子来讲 穷只要爸妈在身边就行 爸妈不在 还有邻居的叔叔阿姨 那因为那时候平安 大了院 可是现在 我们是富有了 我们住进了楼房 关起了门 自常一户 那么人和人之间 越来越少的交往 最最重要的是 很多人为了改变命运 掏下幼小的孩子 自己外出打工 我们的干部异地任用 我们的城市里 到国外进修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那个观影同志 曾经作为一个调研 他调研结果证明 其实我们很多犯罪少年 家庭结构都是完整 什么叫结构完整呢 这个孩子的妈妈爸爸都有 没有离婚 都在 但是功能不完整 什么叫功能呢 没有陪伴孩子 没有自己抚养孩子 像刚才我讲的 李磊的案件 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有很多的父母 三十来岁正是打拼的时候 他没时间带孩子 所以孩子一出生就交给了老人 带来的问题是后患的 所以当孩子一旦出现逆反的时候 父母根本无法管教 而且你要管他 他就恨你 因为什么 因为他最关键的 早年的那个阶段 一恨你没有亲自抚养 他没有对你形成一恋 所以这个理念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 人的问题之后表现 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早年的教育 第二 未成年的问题是成年人造就 我在很多时候讲这个话 有些人刚才是不能接受的 有些人说 孩子都这么大了 十七八岁了 怎么还能回到他父母身上呢 有一次我在一个省讲座 也是家庭教育大讲座 那个司机师傅认真听完了 当我离开去车站的时候 他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讲 李老师啊 我今天听完你讲座 我突然发现我错了 我有一个事我今天才明白 他说你说的太对了 孩子的问题在大人身上 他说我听完你的课 我知道了 我儿子的问题真的在我身上 我当时特别高兴 我们有很多家长都不这么认为 他总认为孩子的问题在孩子身上 包括我们有些记者 有一个中学发生了一个孩子 拿刀砍了十几个孩子的一个案例 他打电话过来说 这些孩子怎么这么胆大妄为 李老师您说说 怎么才能对这些中学生家乡法制教育 我说你错了 这个案例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成年人对孩子的保护没有到位 一个孩子只有在需要受到人欺负 他才会不择手段的去砍杀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 后来一调查就是这样 这个孩子多次被人就是威胁 勒索 他最后忍无可忍拿刀砍这些孩子 我们还知道有个省曾经出现过住校的学生 拿刀砍破过了破像十多个孩子 十多个孩子脸上皮肤上被灼伤 也是如此 所以法制教育的前提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孩子成长中的心理问题 他们的困扰 他们的威胁 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你的教育是没有用的 那么我在这里用了一些话 我们怎么去了解人的问题 我来说说我是怎么来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胃口是胃出来的 六岁之前你喜欢吃什么 一辈子当你难受的时候 你一定想到这一口 第二 我的脾气是带出来 一个人的脾气大小 绝对跟父母早年的教育有关 第三 我的观念是唠叨来的 有的人他为什么没有底线 因为他耳边没有观念 为什么没有观念 因为父母没有跟他传书 我们有一句话 观念是怎么来的 观念是灌书来的 怎么灌呢 就在日常生活中 看电视 吃饭 出门 见过的大小事当中 比如妈妈带着孩子 就去人家玩 去串门 有的妈妈出来 给那孩子 有一次我见到这样的妈妈 一边走 一边在跟孩子叨叨 以后啊 咱们到人家 不能抢人家的东西 只有人家给的 咱们才能拿 人家给的时候 还得说声谢谢 记住了没有 咱到人家东西 人家东西走的时候 咱不能拿走 那东西是人家的 如果你要想要 你跟妈妈说 妈妈回家以后给你买 但是不能把人家的东西 拿走 记住了没有 你看妈妈带着一个孩子 串门出来 说这番话 这番话就是给孩子 一个观念 东西是有你我之分的 人家的东西 和咱们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这就叫观念 要相信 为什么会在瞬间内 想到 他既然是有麻烦 农村难缠 我不如把他杀掉 因为他脑子里 根本没有 什么事 是绝对不能干的观念 如果一个小朋友 把人打伤了 哪怕在幼儿园 把人打伤了 回来妈妈爸爸 都会教育他 以后跟人打架 不能打人眼睛 不能给人弄伤 这样弄伤了多疼啊 人家也得疼啊 还得看病 对吧 他就知道 不能弄伤别人 但是 要加薪有吗 他为官员地下室里 天天弹琴 弹琴的时候 能说话吗 那肯定是不能说话 所以他虽然考过实际 他虽然考上大学 我的问卷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从小到大 妈妈在你耳边 最多的一句话 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 这个录像 记者就用这一个问题 问了他三遍 他一边哭 一边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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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答案是 我真的想不起来 他们在我耳边 说过什么 说明什么 他为什么在那瞬间 能够拔刀相向 因为他脑中 根本没有观念 没有底线 这说明什么 他父母因为他练琴 根本没有给他唠叨我 没有给他灌输过 做人的基本的东西 还有 我的残忍是怎么来的 那是孤独 无助 熬出来的 未成年犯罪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最后一点 这个要多 我的无耻是怎么来的 百般迁就 溺出来的 我们看很多犯罪人 特无耻 你比如我刚才说南平 福建南平 砍杀孩子的第一起案件 这个案犯叫郑明生 他是一个社区的 医疗工作者 这个人为什么会砍孩子呢 因为他是一个 特别自恋的男人 怎么自恋呢 他觉得自己 一处高明 想到一个大医院去 结果他辞了社区医院 大院不要了 因此没工作了 这还不算自恋 他爱上一个女的 那个女的根本不爱她 他觉得他爱别人 别人就应该爱她 于是三番的 五次的找人家 人家烦透了 最后通知他的 卫生站的站长 说能不能告诉 你们那个郑明生 让他不要老打扰我 我真的不喜欢他 我根本不想跟他谈恋爱 能不能告诉他 不要再来骚扰我 于是他们的领导 跟他说 哎呀你看不明白吗 人家不喜欢你 你不要老纠缠别人 就因为这样一个问题 他恼羞成怒 他说什么 我拿这两个大人 没办法 我就去砍孩子 因为我砍孩子 你们一定会问我 为什么要砍孩子 我就可以让你们知道 这两个人有多坏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个什么男人 这完全就不是一个男人 我就讲 这种男人 怎么会有女人爱 如果你要是那么自恋 你要是那么矫情 甚至不惜去杀无辜的小孩 来发现你的某种的不满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一定是家庭教育当中 宠出来的一个人 我们现在有很多家庭 特别宠 这个溺爱啊 有些人曾问我 这个溺子是怎么出来 我说我告诉你 溺子的模式特好养 你从来还得一出生起 您跟他说话都是您您的 然后你给他送吃了 都端到脑袋上 他说什么 您就一句话 渣 然后赶快办到 等到不用到18岁 16岁 你就是他的奴才 你就是他的孙子 他就是你的祖宗 这就是溺子 溺子就这么养 那么很简单 百般迁就 你一定会造有一个无耻之人 那么也就是说 抚养人对被抚养者 他有生命绝病权 物质提供权 照顾常住权 个性绝病权 我还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是我在今日说法做的 时间就不放这个小片 他讲的一个小男孩 11、2岁 他们家住在哪儿 周边的邻居都走一样 自行车 所有的电器 哪怕人家的电饭锅 刮胡子刀 他只要能拿走的 通通拿走 干嘛呢 变钱 然后呢 买吃的 买烟绸 买酒喝 然后打网吧 然后街坊 三天两头来告证 父亲实在拿他没办法 也打呀 打皮了 根本不在乎 最后呢 就把他拿个链子 拴在了家里的床上 那么很快就被街坊 发现了 社区也发现了 说怎么能把这么大 一个孩子 拴在家中呢 然后街道的 和这个 他的团 就是上年 就是叫团中央 上年工作对吧 围权的 都来了 父亲后来说 我管不了 我拿他没办法 他抽烟喝酒 拖东西 不上学 大家都 然后游戏拖到 太厉害 于是他们就把他送到了一个 儿童心理问题角质中心 那么医生说了 他到了医院的第一天 所有病房都丢东西 只要是吃的苹果 饼干 还有香烟 全没了 然后呢 不光偷 他还打医生 打护士 那年轻的女护士 好心跟他说话 他居然照着屁股提 那么大夫怎么办呢 大夫说 他在家中就被父亲 是靠暴力来管教 所以到了 我绝对不能用暴力 他暴力等于 重复了他父亲的方法 于是医生就开始观察他 发现他非常特别爱吃 那这个案子 其实我在分析的时候 我说句实话 我事先没有看护士 我到现场看了前边说 说完再看后边 我在前边说他偷的时候 主持人就问我 李老师他为什么这么偷 我说如果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 开始偷东西 一定是从饥饿开始的 他一定是挨饿的 因为挨饿他才开始偷吃的 由偷吃的开始偷东西 结果后边的眼的后半截 完全正是我的判断 那么医生也判断了这一点 于是医生用了一个 很聪明的方法 弄了一块白黑板 你偷一次东西画一道 你骂人一次画一道 你踢人一脚画一道 他第一天那一根黑板 那么长的白黑板 从左头画到右头 然后医生告诉他 你看你一天做了多少措施 给他数 大概得有小一百条 跟他讲 如果你能少十条 我就给你一块糖 你要如果能少二十条 我给你一块巧克力 你如果能少三十条 我能给你俩苹果 结果这个孩子开始 一天一天在减少 他先从不骂人 然后不偷东西 然后不踢人 慢慢在减少 那大夫领的他 大概一个月左右 他那条也就剩下了三十个左右 那么最后的 在三个月左右 后来对大夫讲 他开始能跟小果报玩了 他开始能不抢人家的东西 不拿人家的了 然后跟人家商量 咱们一起玩 最重要的是在三个月的时候 他跟那护士长说 我想家了 我想爸爸妈妈 我想回家 你不知道那大夫护士有多高兴 因为这个孩子的情感出现了 于是说 好吧 领他回家了 那么团中央的同志 加上社区的干部 然后医生啊 开着车送回家去了 到家门口一看 家没了 人家爸妈已经搬家了 没通知社区 也没通知医院 最后问了他 问不去 找到了家 终于把他送回去了 进到他家门的时候 有一条小通道 他妈妈从家出来 看到这孩子 一扭脸就走开了 妈妈身上 背着一个 怀里抱着一个 手上还拉着一个 走 然后进到家门 爸爸在家 医生问他 说你的孩子 现在挺乖的了 已经不拿人家东西了 也懂礼貌了 现在也那个想回家了 我们把他送回来了 你高兴吗 他爸说高兴 然后旁边的那个社区 街道的同志问他 那你以后怎么对孩子呢 嗯 好好的吧 别在那什么了 那还有方法吗 嗯 我们会好好的对他的 当说到这以后 主持人问我 李老师你怎么看 我说我真的很担心 这个父母是不是秤职 我很担心 所以有的时候我讲 一个孩子的问题 绝对不要调责孩子 关键你不改变这个大人 不改变我们某些社会的体制 你很难改变一些孩子的问题 所以这是第二点 改变孩子要先改变大人 第三点 亲自陪伴比丰富的物质提供更重要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所有的成年人都在追逐着物质 我们想到的是 解决的是房子 工作 钞票 对吧 那么 很多家长为此 孩子一出生就去打拼 我记得 我也在今日说话 做过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山东的 一个父亲 他本来是兄弟两个人 因为交通事故 死了一个 只剩下一个男性了 这个家只有一个男的 当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 这个父亲说 我一定要给我的儿子 盖三间新的大网房 我要让我的儿子 这个向上泱泱的生活 于是 儿子出生以后 欣喜的父亲跑出去打工去了 可是 时间真的很快 才十来年的时间 当父亲还在外面打拼的时候 公安局的电话打来了 他在上海打工 这儿子在上海被警方抓住 说你的儿子就在上海作案 你快来吧 因为孩子太小 才十二岁上下 警察让他领回家去了 没有处理 干嘛呢 他在那偷 在车站偷 回家以后 他爸爸教育了很久 说你能不能争气啊 老子外边挣钱 你再这样好好学习 读书啊 他爸又外出打工去了 第二次电话又打来了 这次他爸在南京 警方又是南京警方打电话 说你儿子在南京车站 偷窃 你快来吧 当警方叫他爸 他父亲来到派人所 儿子一看他爸来了以后 撇了他爸一眼就对警察讲 我在这个车站 一共偷了多少多少次 我一共偷了多少多少钱 按照你们的法律规定 我不能判刑 但是我可以被劳教 我可以被少年两年在劳教 少年管教 警察大吃一惊 所有的小偷偷了以后 都说我就偷这一回 我饿得不行了我才偷的 怎么这孩子 把偷了多少回都告诉你 还一共告诉你偷了多少钱 还告诉你我这个钱 可以劳教两年 主持人问我说 李老师 这孩子什么心理 我说你没看他撇在父亲那一眼吗 那一眼实际上在跟他父亲宣战 你能到哪儿挣钱 我就到哪儿挣钱 我不需要你挣钱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陪伴我 我曾经有一次在北京 我那车去贴膜 到了汽车城 一个浙江的老板 小老板 我在他的店里贴 我在等候的时候 他问我 他说你干嘛呢 我说我当老师的 他说你是小学老师中学老师 我说都行啊 他说我这孩子 现在上小学五年级了 学习还可以 数学去年考了一百分 语文多少个二分 他每年考试 基本都能拿到九十五分以上 我这孩子不错吧 我笑了笑 我说你在这儿 你二人呢 我二人也在北京 我说你们俩都在北京 孩子一个人在老家谁带 他说他奶奶 我说上几年级了 他说上小学五年级 我说哦还好 你这孩子还没到青春期啊 他说怎么了 我说我告诉你 你这做爸爸的 不要太关注孩子的长绩 你每次给孩子打电话 要问他 孩子啊你上学快乐吗 你上学老师喜欢你吗 你在学校有没有同学欺负你 我说你做爸爸的 要问这个事 如果有人欺负 你要给他出竹 要想办法 不行的话 你要回去陪伴他 我说成绩是次要的 以后那个 我说这个问题是重要的 他一牛眼看看我说 你好像不是一般的老师 我说是 我说我是心理学的老师 我说我知道 孩子在幼小的时候 他没有太大的破坏力 但是 当他一旦有破坏力 就来不及了 那么这个话 其实我想告诉所有的父母 刚才我说了 很多父母恰恰觉得 孩子12岁以下省心 他不会太闹 不惹是生非 于是把他交给了别人 但是当你发现孩子 有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管不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 一个珠海的人 也是身家挣了几百万 结果等他回家 儿子已经不上学了 四足窜 外面流窜 然后游荡 游手好险 最后父亲看到报纸上 介绍有一个专家 帮助孩子解除网影 他不远千里的 开着坐着飞机 把儿子带到了湖南 找到专家说 一十万一拍 儿子你帮我 好好给教育教育 我就说这个父亲 除了有钱 什么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 他根本没有教育的知识 我后来专门写了一件博客 我告诉这父亲 你把你所有的工作停下来 你把这十万块钱 做自己的工资 你天天陪着你儿子 他到哪个网吧 你追到哪个网吧 然后晚上陪他睡觉 你给他洗衣服 然后跟他一块做饭 然后俩人一块天天地聊天 你带着儿子一起生活 我说我估计两年 三年下来 你这儿子还有救 如果你拍十万给别人 那你这儿子 跟你彻底没有关系 那真的就是一个废物 也就是说你家财万贯 是没有人会继承的 他只会给你败光 所以我讲 给孩子挣钱 不如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 给孩子存钱 不如教他做人做事的努力 找奶妈带孩子 不如自己辛苦地带孩子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很颠倒在哪 妈妈出去挣钱 然后把钱交给保姆 保姆在家看孩子 结果保姆说的话 孩子张嘴的第一句话 全是保姆的口音 然后第一个叫的妈是保姆 那碰到好保姆尽心尽职 你还算幸运 你要碰到一个没有耐心的 干嘛不好好给你带孩子的 你不在家不定怎么带 你知道一个孩子哭起来 那是很烦人的 你要想他不哭 那也是很难的 有的时候我在飞机上 听到一个孩子哭啊 真的撕心掠肺 哭起来半个小时啊 很挠心的 哎呀你想想保姆 他怎么能有这耐心啊 所以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保姆 让人很不放心 干嘛呢 他们都会交流一个方法 给你稍许放一点点安棉药 所以你看保姆看孩子 那孩子是有八九都睡觉 睡得特别长时间 所以我们才知道 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毛病 孩子自闭症 孩子出现很多神经发育的问题 所以我讲什么呢 我们这社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包括我说挪威杀手 他为什么没有人性 因为他 后来我也看到这材料 他一出生 父亲就已经离开了 他是外交官的儿子 爸爸经常不在家 最后跟他妈离异 然后妈妈自己带 我估计妈妈也是事业型的 并没有真的太多的 跟孩子那种亲情交流 因为我在研究案件当中发现 白种人 尤其是英国籍的 变态特别的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英国这个国家 他特地讲Gentlemen 就是讲绅士 他很多这个风俗 就是习惯孩子生下来 就是单独睡一会 而且不跟母亲身体接触 放在车里头 推着走 那么这个国家的人 就变态特别多 但是你发现 凡是背在身上的 抱在怀里的孩子 比如像非洲 他是背的 那么日本他也是背的 中国四川也是背的 我们更多是抱在怀里的 你看抱在怀里 背在身上的这种民族 变态就相对少一些 什么意思呢 他没有这种亲自的培养 亲自抚养 肌肤的这种身体的接触 这孩子在很多问题上 都会有一些异常的表现 所以我这真不是危言所听 我们心理学的研究 包括依恋现象 都是在二大战当中 从孤儿身上发现的 也就是说 当人成年以后 出大量的心理问题 源于早年 没有一对一的抚养 它没有形成 依恋情感 所以 人性就是 情感为核心 如果早期不亲自抚养 它情感异常的话 那你想 他再聪明的话 多可怕 那不就是一个杀人的机器 那这个第四个问题 就我要讲的这句话 叫人性的培养 比智力的教育更重要 我们很多家长 为自己的孩子 自豪在哪儿 上了重点小学 重点中学 从重点高中 到了重点大学 有些父母跟我那儿炫耀 我这儿子上北大了 上清华了 我说你别美 北大清华 每年都有从上往下跳的 他才不管你父母死活呢 他活得不高兴就跳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北大出现什么案子 一个女孩被人下毒 始终查不毒原来 最后是他的同学在网上 通过英文 找到世界级的专家 才知道 这个毒是他中毒的表现 而他 只有在化学实验室里 才能拿到 显然下毒的人 就是他的同学 但到目前为止 这个案件仍然没破获 不知道是谁下了毒 那么 也就是说 刚才我讲的 这都是高智商的 没有人性的人干 还有 学生命科学的学生 在宿舍里 杀害自己的四名同学 大家都知道这是哪家具 还有 正法大学的学生 在课堂上 砍伤自己的老师 说老师可能 婚外恋 婚外恋 你也不能在课堂上去砍 然后 刚才我讲的 廖家欣 学音乐的 会弹钢琴的手 却毫不留情地 张了被害人八灯 一直都无法挽回 那么我曾经见到 一个集中营的校长 这位校长 侥幸生还 他曾经写过一封 给所有老师的一封信 他说 我是一个集中营的生还者 我亲眼见到 人类所不应该 见到的事情 毒气使用 学友专门的工程师建造 儿童年 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 幼儿被训练有错的 护士杀害 父女和婴儿 被高中的大学生 枪杀并焚烧 看到这些 令我怀疑 教育是为了什么 请帮助我们学生 成为具有人性的人 你们的努力 绝不可以制造 学识渊博的怪物 多才多艺的心理变态狂 成绩优廉 却杀人不眨眼 毒血算 只有在使我们的孩子 具有人性的时候 才具有重要性 所以我讲这个理念 现在我们全社会是颠倒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父母 都会为自己孩子的 学习成绩着急 却从来没有父母说 我这孩子情感 是不是正常 他的性格 是不是有问题 昨天我来看一个 父亲在跟我悬疗 他已经很成功的女儿 他讲到什么 他说了 我们家现在 我跟他妈就是他的 对指挥的对象 然后找了一个对象 我们两个父母要见一见 他跟我说 妈 你跟他说 别的跟父母说 叫他把毛子护护 数上我的名字 妈妈爸爸为这个女儿很高兴 觉得这女儿不会吃亏 但是我听得很悲哀 这个女儿真的很可怕 他现在已经进入公务员系列了 更厉害 我真不知道 我们的干部 如果是这样的人组成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讲 家庭教育决定省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不要只考虑孩子的智力 越是聪明了孩子 越要注重他的情感 是否正常 如果一个人 没有一点点尊敬和孝敬 没有一点点感恩之心 什么都在算计 什么都用智力去解决 那这个社会太可 第五个问题 良好的性格比能力更决定利益 什么是性格 性格我在这里讲 后天形成的社会行为方式 凡是跟社会有关的 都是性格 如果一个人聪明 我们叫智力行为 一个人体气急 那叫急急 那叫气质行为 但是一个人自私 那就是性格 刚才我说了 很多聪明的人 智力 分数 学历 固然重要 但是 有责任感 能合作 能付出 能够自治的人 这个 才是重要的 讲到这个问题 我记得 钱学生有一次 回忆他的父亲 我印象特别深 我觉得他之所以成就 是跟他有一个 伟大的父亲有关 钱学生肯定讲了 他自己在上中学的时候 年轻气盛 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很狂傲 很多人不放在眼里 甚至对老师都有不尽 他的父亲看在眼里 做了一件事情 有一天在他在家里看书的时候 他说我父亲坐到了我的身旁 他说我觉得父亲有什么事 我问他 你有事吗 父亲问你干嘛 忙不忙 他说不忙 您说吧 父亲递给了他一只筷子 说你把它揭舌 他不明白为什么 他拿过来使劲掰 一掰就把这人带给揭舌 他正要问他父亲 你干嘛要把筷子揭舌的时候 揭舌的茬 茬就不齐了吗 说你要弄断的话 干嘛不拿锯呢 当他正想问的时候 父亲不吭气 另外的一只手 拿出来一把筷子递给了他 说你把这把筷子给我揭舌 一把筷子谁能揭舌 我估计连气功的人都费点劲 他不明白了 说爸爸你为什么要揭舌呢 你干嘛要揭舌这一把筷子 父亲说你揭一试试 他说我揭不断 我找锯吧 父亲说我不要你锯 我就要你揭 你揭不断吧 揭不断你就要明白一个道理 你一个人再有本事 你就是那一只筷子 你要想能做成大事 不被摧毁 那就必须学会和别人合作 一起做事 哎呀我觉得天天师的父亲太伟大了 他教聪明的孩子是这么教的 让他知道你固然聪明 你一个人仍然是一只筷子 一接就手 一定要学会与人合作 要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人 那么第六点 孩子的回报取决于父母的给予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 我们看看我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被弄得从小很辛苦啊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立法是成年人为孩子的立法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 我在孩子上中学的时候 跟我的孩子聊天 让我感到很震惊 我孩子在初中的时候 我陪他去看一个 这个小生出的一个 这个宣传的介绍 学校介绍 在回报的路上 我们俩聊天 我说你们这代人啊 他爸 他是93年上学 我说你们这代人好厉害啊 从小学一年级学到高中12年 哎呀 做的课堂里学多少知识啊 我说比我这代以后一定厉害啊 我是哪一代呢 我是六五年进小学 七六年毕业 我上学半年就文革 我毕业以后粉碎四人帮 然后呢 我这孩子说什么 妈妈 很多同学啊 父母都说你这样的话 但是我们同学在一块议论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羡慕你这一代人 你们多幸福啊 在上学期间 我老在教室里待着 学工学农 学军学商 而你知道我们吗 我们从七点二十就要进入教室 坐到下午五点半 下课回到家写作业写到晚上十一点 周六周日还被你们安排加课 补习 从早上七点多坐到晚上十点半 你们大人做一个试试 你们知道那什么滋味吗 我那时候就特别震惊 所以后来我的孩子他上学 他周六不想上课 我给写假条 我让他睡懒觉 我说你失睡够了为止 他的老师告诉我说 你的孩子数学不及格 就考不了大学 现在我们很多中学生 为什么厌学 为什么跳楼 为什么那么多出现抑郁症 因为他们只有两条路 爸妈告诉他们 你们考不上大学 你们就完了 老师告诉他们 你这门课不过 你就考不上大学 你想两条路都没了 第一个告诉你 唯一的一条路是上大学 第二个告诉你 有一门课不过 你都上不了大学 你说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那么即使上大学的 你以为他们快乐吗 我去年遇到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个大学生四年级 马上要毕业了 突然跳楼 十一楼跳下去的 绝对没有机会 爸爸是非常优秀的检察官 妈妈是大学老师 这个儿子从小学习优秀 小学到高中到大学 前段时间还去德国 去了一段时间 死前写了五分一书 写了口吻不一 爸妈都看晕了 所以脱了关系找到我 叫我看了这孩子省心理 我一晚上 我从晚上七点赶到那个地方 住在宾馆 我看了信 半个小时候就明白什么事 但是我没法跟他爸妈讲 他父亲站起来摇摇晃晃说 你也不要跟我说了 我脑子里现在什么都听不懂 我找一个我的朋友 你跟他说 他的妈妈滔滔不绝 根本不允许我说话 一直在给我回忆 他孩子的每一个细节 你看到这样的父母 你会觉得是多么的失败 失败在哪 孩子本来很成功 但是孩子的心里不阳光 他很愚嫩 他早就患有抑郁症 我后来跟他讲 你孩子的抑郁症从初中就开始 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父母 真的我们不要太扭曲了 我们现在父母的成就感太强了 我们的骄傲是什么 骄傲是我孩子上了名牌大学 我孩子学习很优秀 却不知道孩子快乐不快乐 所以我讲一个从小没有感受快乐的人 他怎么会有健康阳光的心态 从小没有被亲人社会善待过来 你怎么指望他去善待这个社会 我说到一些犯罪人 还有没有被尊重的孩子 你怎么指望他去自尊和自治 那么成年人给了孩子什么 孩子就给成年人什么 所以我在这里讲犯罪心理 大家可能会觉得挺难受的 但是我说的每一个事情 都是可能发生的真事 而且我所讲的根据都是真事 所以我想说 我们必须要了解家庭教育的理念 绝对不要以为我给他吃饱喝足 让他顺顺当当的上大学 这就是OK了 不对的 我们要了解很多的知识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 孩子们的行为改变是什么 大人们好好学习 孩子们才能天天向上 这是我们北京一个中学老师 叫关承华 这个承受的承 中华的华 这是关老师提出的口号 我不贪污 我非常欣赏这句话 所以我也在替他来宣传 叫大人们好好学习 孩子们才能天天向上 讲到这个问题也有着真实的案例 这案子我昨天前天在天津也讲到 事就是天津的 一个小男孩在小学五年级 跟同学一会儿到网上玩 喜欢上了网络 被父亲发现了 他喜欢已经陷入到痴迷 写了一大堆的网络日记 父亲从他书包里去看作业本 一看写的全是网络小说 愤怒的父亲把作业本 逼得出来弄成一堆 一把火都给烧了 当了孩子面烧了 把孩子熏斥了一顿 威胁到 你下次再去网吧 回来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然后父亲还很认真 又找到了班主任 说这孩子要学坏 我们得看严点 老师你得配合 老师说好啊 每天孩子离校 我写上放学的时间 你回家一查我就知道 这样他就没有时间去网吧 结果这孩子被管住了 每天放学 老师都要再把他叫过来 在他的那个联系本上 写上离校的时间 是四点五十还是五点二十 有一天周五的下午 走出学校 一帮孩子想去网吧玩 大家说 哎呦乖儿子 你就不能去了 爸回家吧 你爸爸在家等你呢 这孩子说 谁呀谁呀 说你还不承认 老师为什么给你 作业本上写上时间 这孩子说写了怎么着呢 那写了你敢去吗 怎么不敢 走 孩子跟着去了 回来就发现了 然后 他爸正在看电视 他一声不吭 从上发后的 赶快绕到自己屋里 进了古宝门一关 脱衣服 钻被窝 奶奶追了进来说 你吃饭了吗 你快走吧 我要睡觉了 我明天早上还要去课呢 是 他周六上午才有补习班 他想什么 我因为明天上课 我这早点睡 你不能再信我了吗 你不能再打我了吗 其实他不知道 爸爸是爱孩子 他爸爸知道他回来完了 没动声色 也没有理 但是 第二天早上起来 这孩子起床以后 仍然心事重重 走出门以后 他爸爸没起床呢 躲过了昨天的板上 躲过了今天早上 他不知道后边会是什么 所以这孩子走进电梯以后 后边就是电梯的监控 孩子没有出声 待了一会儿 直接按到了二十一 倒下去 爸爸到上午十点 警察敲门上门 才知道这儿子已经敲过 后来在孩子的教室的抽屉 又翻出了一路 作业的 打开一看 还是网络想说 我当时在军事说法 做的这个案例 我拍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写的是 这个 守望者传 书名号写的 有版有影 然后N1横传 然后Worden 本故事纯属虚构 改编于魔兽争霸 底下单起行 第一章前传 他第一行写的是什么 我一看就明白 我就是个垃圾 我就是个垃圾 再那不理我 皱丝也不理我 我就是个垃圾 我说这个孩子 从作文来看 他在同学面前 是非常没有自尊的 非常沮丧的 是啊 同学们说的 你乖儿子快回家了 谁呀谁呀 硬可不怕父亲骂牙 跟着走 我们看到 父亲和老师 好心想将一个孩子管住 却结果是这么一个结果 让孩子在同学面前 很没面子 最后还怕父亲迅速 跳楼自杀 由此我讲 如果这个父亲 要是真的打开孩子的日记 看看 打开小说面 一边欣赏 一边教育 哎呀宝贝啊 你怎么写的这么有意思 虽然很幻想吧 但是呢 还是文笔不错的 有板有眼的 哎呀以后大了 咱们当个作家可以吗 要可以的话 咱先上上学 把学上好了 咱们今后当作家 我再给你找几本好的 网络小说 你看看 那我想这个儿子 绝对不会选择跳 所以我讲过 我们大人们真的要好好学习 因此 我这七个理念 都是刚才讲的 家庭教育的理念 我希望所有听过 我课的家长 在我这课之后 您们对照自己 第一呢 是不是关注他的早年 第二呢 是不是了解孩子的性格 是不是关注他的一些 这个全面发展 尤其是人性 就是情感的发展 此外呢 包括他的性格培养 以人合作 以及呢 能够跟他做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些呢 都是我们家庭教育当中 非常重要的知识 那么现在呢 我再讲一点心理学的知识 这个心理学的知识呢 我想还是讲早年 因为这个部分呢 是我非常关注的 因为我认为青春期也很重要 但是青春期的问题 都在前边 为什么 大家来看看我这张表 希望给他拿进啊 让所有的在其他会 都能看到这张表 这张表呢 我们可以看 人真一生有十和十七 我念一下 一岁之前叫鲁儿期 两到三岁为婴儿期 四到五岁为幼儿期 六到十一岁为学年初期 十二到十八岁为青少年期 也叫青春期 十八到二十五为青年中期 十二十六到三十五 青年晚期 三十六到六十为中年 六十以上为老年 首先我们看看 人一生要活七十岁的话 或活八十岁 活一百岁 五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 和三分之一 不到 都在哪呢 都在十八岁之前 也就是说十个阶段 六个阶段在十八岁 这告诉你什么知识呢 人早年变化最多 变化多到什么程度呢 一年就是一个时期啊 然后是两年一个时期 然后三年 然后六年 然后又是三年 然后两年 什么意思呢 它让我们知道 变化大 可塑性才强 它才有教育的降低 如果一个人四十五岁到六十岁 他已经不变了 你怎么教育 他的社会阅历 和他的知识 已经决定 他有很多 我怎么看这样的东西了 你怎么能改变呢 这种东西 那你怎么看